你不要觉得奇怪 弯屏这个栏目确实在今天起正式诈尸了 改版过后的弯屏有一点不一样 我也不会再讲PPT了 你看我这个大活人也是坐在镜头前 我们每一个礼拜五一起 当着大家的面来聊一聊我们对科技圈的各种见解 说起英特尔 咱们玩家恐怕是一言难尽 毕竟这个和高路杰 佳杰士齐头并进的国际知名牙膏品牌 这两年可没少让咱们揪心 先有10纳米的南缠 后有老对手AMD的迎头赶上 今年年初又爆出漏洞 而如今这个黑历史上又多了一笔 英特尔的CEO柯在琪宣布辞职 原因是一名女员工和他发生了暧昧关系 业界巨头的掌门人因为这种绯闻而下台 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然而我们撇开绯闻不谈 柯在琪的CEO之路也谈不上一番风顺 柯在琪早在1982年就加入了英特尔 从工程师一路做到管理层 在2013年出任了CEO之后 他把英特尔从一家PC芯片公司 转变为了一家多元化的科技公司 你看现在的英特尔 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了AI、无人机、数据中心这些招扬产业上 PC上的投入其实已经在慢慢减少了 辞旧迎新也不是一件坏事儿 但是英特尔实在是太依赖于PC业务了 而且船大难掉头 所以转型的过程中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好几次没能及时抓住机会 比如之前的移动芯片ATOM来的实在太晚了 没有能赶上手机的这一波刚徐啊 前脚刚踏进来人家得移都已经撤了 再加上基带不行 等于是赶了一个晚级 啥也没唠叨 你再比如说GPU 英特尔曾经也做过Laraby项目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英特尔独显 但是用X86去模拟GPU 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等到他经历完这场失败之后 再回过头来老老实实地去做GPU 已经很难赶上红绿两大军团的脚步了 最麻烦的是 英特尔现在的传统强项 也开始受到了老对手AMD的挑战了 面临这么多障碍 科代奇还爆出了在CPU漏洞公布之前 提前抛售公司股票的事 涉嫌内务交易 可谓是雪上加霜 即便没有这次的丑闻 英特尔也急需做出改变 才不至于掉队 咱们也看到了在上周 Laraby之父Tom Forces又再次回到了英特尔 帮助之前从AMD跳槽过来的Raja一起研发独显 英特尔这次也是想靠GPU 在深度学习上站稳脚跟 从而在AI和自动驾驶领域也能获得领先 这个思路没有错 但是我就怕现在已经有点晚了 如何能让这家芯片巨头在新的领域 再度成为领路人 而不只是追赶别人的步伐 这可能是新的CEO需要好好考虑的一个问题了 当然了 对于玩家来说可能并不是很在乎这些 咱们普通玩家可能只在乎下一代的处理器 会不会继续挤牙膏呢 这里就有一个好消息 由于14nm的产能紧张 英特尔已经取消了Z390芯片组 而继续使用22nm的Z370 作为高端的消费级芯片组 这就意味着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现在市面上的这些Z370 就可以完美的兼容即将到来的8核CPU了 新鲜的8核处理器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可怕你确定不看一看吗 8核 就算你是88核又怎么样呢 我们家Ryzen2可是可以兼容老主板啊 你行吗 完美兼容的Z370 给我来车 先别急着下结论 AMD也不是吃素的 之前在台北展上发布的32核TR2 如今也是露出水面了 旗舰2990X的频率可以达到4.2G 根据之前泄露的25跑分来看 已经可以达到6400分的成绩了 相比1950X已经翻了一个倍了 不过2990X的成绩 仍然要低于之前英特尔曝光的28核i9 当时的那颗28核怪物 在发布会上频率已经达到了5G 25跑出了7300多分 直接就涂绑了 但是英特尔的那一枚怪物实在是太发烧了 配备的主板是带有4个8PIN接口的 28项供应的 散热甚至都用上了压缩机了 AMD这次曝光的TR2还没有经过超频 虽然从曝光的CPUZ解脱来看 这一枚2990X的默认TPP也达到了250W了 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但是使用高端水冷仍然是可以镇压住的 比起隔壁的压缩机来说还是更加现实一些的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但是红蓝军团这两枪争霸有点让我想起了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 自从AMD姓春哥满血复活之后 这两家每年在旗舰上的提升都是吓死人的 旗舰带动主流对于玩家来说肯定也是好事 不过我这里还是想做一个调查了解一下 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对谁更加感兴趣呢? 是2990X还是英特尔的28盒呢? 把你的选择发在弹幕里让我知道你的答案 今年的手机圈简直让人看不懂 小米成了高配尼采 华为对标A7了 最要命的是OV竟然都开始创新了 不管是Vivo NEX还是OPPO FINEX 它们的真全面屏都好好让我们惊艳了一把 包括我们自己都没忍住买了一台NEX来体验 不光是全面屏 Vivo这还有屏下指纹和升降式摄像头 OPPO的那个模块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 官方好像叫双轨潜望结构吧 很难想象这种手机上前所未见的创新 竟然来自于曾经被我们调侃低配高价的OPPO和Vivo 那我本人确实是被惊艳到了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我看评论也是被惊艳到了 结果很多观众自从这两台机器亮相之后 就对所有的刘海评的手机 甚至包括iPhoneX都嗤之以鼻了 你看不少网友就到雷军的微博底下留言 表达了对于小米8的不满 包括余大嘴和老罗的微博 也被不少刚转粉的场地场妹们占领了 老罗倒是对篮场表示了认可 觉得这个前色的设计很棒 哎哎哎你之前不是还说 今年美人间会成为主流的吗 怎么就争相了呢 不过有同行认可也会有同行不认可 比如说魅族的李南就觉得呢 FindX每一次解锁手机都要升降模块的设计不合理 认为FindX不如NEX 李南这个不妄议友商的言论还被黄章教训了一番 但是黄章也觉得说OV的这种设计的确不够实用 讲实话在所有人都表现出狂热的时候 理智一点泼一盆冷水也许没错 但是泼冷水也要建立在实际体验测试的基础上 对吧 所以我们也是在做NEX的视频了 包括FindX的国行登场之后 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视频 这些友商所关心的问题到底存不存在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 再来看看小米 小米最近发布了小米平板4 配备骁龙660的SoC 3加32G卖到1099元 最高可以选配4加64G的LTE版 售价是1499元 对于一个骁龙660的设备来说 1099元算是一个挺正常的价格 并不是很贵 但是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的小米平板 小米平板1是2014年发布的 2048×1536的屏幕分辨率 搭载了一颗英伟达的Tegra K1处理器 Tegra的CPU部分一直都不怎么样 但是K1的GPU部分还是非常强劲的 简直逆天 毕竟是老黄做的GPU能不强吗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我们直接来看GFXBench的测试成绩 Tegra K1在Car Chase和曼阿顿3.1中的成绩 都要高出660一截 换成人话来讲 就是小米平板4的游戏性能 也许还不如小米平板1呢 果然还是初号鸡脆牛逼 说完1我们再来回顾一下2 小米平板2用的是一颗英特尔的ATOM X5 高配版搭载了Win10系统 俗称债版之王 阿顿木的性能虽然不强 但是Win10系统使得小米平板2的功能非常强大 可玩性非常高 同时这也是一款极其保值的产品 目前在闲鱼上的价格 甚至都没有比小米平板4要便宜多少 要我选的话肯定也是选小米平板2 毕竟发烧友就是要折腾吧 当然我们也不是在贬低小米平板4 咱们只是把坏话说在前头 660虽然GPU性能不行 但是CPU还是非常强的 并且它的功耗不高 非常适合日常使用 那么小米平板4的定位就非常明确了 这就是一款专门用来看视频 专门用来追剧 专门用来斗地主 偶尔玩玩王者荣耀的平板 它的目标客户也就是一些佛系青年 场地场妹 还有你爸和你妈 这就很好理解了 毕竟谁统计的销路往往不会太差吧 但产品卖给普罗大众是最有助于盈利的 这一点其实在小米8和MIUI10上也是有所体现的 要我说 现在的小米无论是手机平板还是MIUI 早就已经退去那种工程饭了 曾经为发烧而生的小米 我觉得已经不怎么发烧了 毕竟发烧二字也不是你出一个探索板 换一个侧透机箱就能体现出来的 当然了 这倒未必是一件坏事 相反 银河市场的口味肯定是小米的毕竟之路 毕竟小米现在还上市了 更应该大众化了 但是这样一个中庸的小米 究竟是不是我们这些发烧油 我们这些曾经的米粉所愿意看到的呢 我也不能代表我们所有的玩家 所以这个问题我还是想请观众来回答一下 你是怎么看待小米如今这种中庸之道了 你是觉得小米因为要上市了 要走上成熟 保守稳健一些是可以理解呢 还是觉得现在的小米有一点让你失望了呢 从7月1日起咱们的三大运营商就要取消全国漫游费了 以后你只要用的不是像校园套餐 小区套餐这些特殊流量 你就可以把省内的流量来当成全国流量来用 对于经常出差和旅游的朋友来说 真的是重大利好 可以说咱们的流量费这两年真的是越降越低了 我们总算是真正摆脱了530时代 530兆什么意思吧 5元30兆 耻辱的数字啊 除此之外 我们也看到了互联网套餐的兴起 还有不限量的流量也在不断降价 我们能得到这些利好也不仅是因为舆论的监督 当然也要感谢咱们李克强总理的努力 确实实实在在的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上得起网了 想到这一点呢 我也是有一个疑惑 有个问题想要来问问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本届世界杯谁会夺冠呢? 1.意大利 2.荷兰 3.美国 4.中国 把你的选择发在弹幕上 解开我们的疑惑吧 好了 以上就是诈尸之后的第一期弯屏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 关注收藏 如果你是真正的粉丝的话 也别忘了来淘宝新店 极客弯数码港看一看 经过一个多月的经营 我们现在不仅有了7000价位的高性价比的眩龙KPL 也上架了几款神舟的高性价比低价位的集齐 包括4000多价位的平民游戏本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选择像华为MadeBookX这样的轻薄超级本 品牌你们不一定喜欢 但是产品都是我比较推荐的 同价位很有竞争力的产品 并且我们给的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 这也是咱们新店的一大特色吧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不妨来看一下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也别忘了关注我和飘哥的个人微博 我们的各种见解会定期分享给大家的